在这有个特殊点 道大师在这个帝王观中 帝王观中没有说念佛的 身功德与功德义功德 因为这身功德与功德义功德 也是非常丰富的 功德也各有不同的 在实修过程中 比如说善道大师 或者是净土大德等等 他们最后都认为念佛的名号 可以包含他的身功德与功德义功德 念佛的名号 不仅能够获得佛的加持 同时还能够获得 不同的禅定效果 宵夜效果等等 很多殊胜的这种功德 那么永明年寿大师 把念佛这种名号的功德 总起了十个方面 我这里也不给大家讲了 因为只要你做这样的观修 只要你做这样的观修 只要你做这种 地网无尽观的这种观修 就会有 这种十种殊胜的功德 显现出来 你就能够具备这样的殊胜的功德了 因此你看 我们念诵观诵集的功德多大呀 念诵观诵集 有你所有的念头 十方诸佛 西念西之 你观想出的这个境界 在你这是观想 那在诸佛那里呀 就是真实的境界了 诸佛会看到他身边 就无数个你 在念诵准提招 诸佛就会看在 他的身边有无数个你 在念诵 显命运动成佛心药 或者念诵其他的经典 诸佛菩萨 就会看到他身边 有无数个你呀 在念诵他的名号 他的佛号 多么殊胜难得的法呀 高老师年轻时候 到处修法 这个求道是吧 拜山 到处拜山啊 你看最后 也就是想那么几个山头上 有高老师的莲花 坐在那修行是吧 你看你们多厉害呀 一学就学 所有的佛钱 都有你们在 佛钱都有莲花 你们在那修行念诵啊 你们得的 怎么这么容易啊 你们怎么做到 过得这么好的法 但是我得给你点破啊 不点破 你还知道 这么念念就过去了 抱着金饭碗 要饭啊 好多抱着金饭碗 要饭呢 是吧 哎呀说 抱着金饭碗 要饭碗 特别有意思啊 大家讲故事 那个初传准题法的时候 准题法多舒适啊 有些人不好好修 说我修准题法呀 是为了什么呀 我为了追求福报 哎呀准题法 这里福报大 当我准题法追求有福报了 我再找一个上师 我再修别的法门去 是吧 把修准题法当攒钱了 然后攒完钱 拿那个再修个 去找个别的法去 哎呀当时我就骂这些人 高老师那时候我年轻啊 年轻气息就骂这些人啊 准题法这么好 原型的法 拿我们当要饭的了 你还抱个金饭碗要饭啊 当然每个人一个 缘起不同嘛 可能在我们的准题法 是金饭碗 在他呢就觉得就是 作为其他修法的 一个基础和铺垫 我现在高老师心胸大 你可以这样想 因为你福报差嘛 是吧 拿金饭碗要饭 那你也是个 盖帮帮主啊 是吧 哎有意思啊 想起来有意思 所以说啊 能够按照我们观送集来修行啊 那本身啊 就是你前世修来的这个果报 所以你要珍惜你自己的劳动成果啊 不能把你前世求来这么好的东西 当成儿戏啊 拿他当要饭工具啊 他是能让你成佛的工具啊 让你成佛的工具啊 因此啊 我在这里啊 这高老师就都唠叨唠叨的 都骂了人啊 骂的一些人 骂的一些报了金饭碗要饭的一些人啊 这是啊 这个持宗诸佛福的名号的观想 这个功德是非常殊胜的 所以说修准定法啊 你不要有任何这个遗憾和疑虑 因为你修到一定境界 所有的佛前 都有你在念诵他们的名号了 而且任何名号 都有无数个你啊 在念诵 这是啊 持宋文 持宋文的名号和教皇 那在这里啊 道大师啊 没有把名号放在前面 而是把真言啊 放在前面 那念诵真言和念诵名号 有什么差别呢 可以说真言啊 是佛果 是佛的果报 佛的果实 包含了诸佛福的名号的功德 我给大家做两个比喻 比如说 一个小孩 饿了 饿了 他得叫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 他会这样叫 妈妈 这是一个叫法 还有一个小孩叫 说 我要吃那个馒头 我要吃那个馒头 两种叫法 第二种叫法 妈妈就直接把馒头给你 你饿了 给你馒头 给你的果实 第一种叫法 你叫妈妈 妈妈来了 你怎么了 你要什么呀 你要馒头 你想要馒头吗 那好吧 那你得 有十多小红花 妈妈给你馒头 是吧 你的修行 妈妈给你馒头 这是这个 显密之间的一个差别 打开个玩笑的一个比方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真实性 还有个真实性 真言是 佛菩萨 可以显得秘密的 这个名号 就像我们程序的密码一样 你把这个密码输进去了 自然而然 你就获得了佛菩萨的功德和加持 所以说 它是非常殊胜的 还有一个比喻 佛菩萨有些真言 它也是佛菩萨的这个名号 如果翻译的话 也是佛菩萨的名号 但是它又不同 就像一个人 你有家里人叫你的名字 也有外人叫你的名字 如果外人叫你的名字 你会正常其事的 进入一个状态 如果这是你在家里人 叫你的名字 那你又会不同 我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特别有意思 我年轻的时候 到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人 去学一个功法 但是那个人 就是说 他每天收图的数量是固定的 等我到那个地方去了之后 他已经关门了 说这个 在这个地区啊 就收这个 二十人啊 一个多了不收 说不收了 你来晚了 那时候我还年轻 我也上大学 很不容易 攒够了这个学费啊 冬界西界啊 贡产师傅的学费攒够了 结果被关在门外了 还关在门外边了 就学不到怎么办呢 我也想办法 我也这个 没有放弃 我在外边就讲 哎呀我为什么来学 想学这个 说说 哎 我说的没到十分钟 啊 一个 一个人推门进来了 他说你这个 是哪里哪里的人吗 我说我是啊 他说我们两个是老乡啊 他说要不这样 我跟师傅说 说可能不能 特意收你 然后他就进去了 一会儿给我叫进去了 我就学着那个法了 那是什么原因呢 哎 这是在遗乡碰到老乡了 碰到听到那种相同的 这个语音了 他就有那种亲切感 他就愿意啊 就破裂 就让我呢 去修这个法 那个人呢 还就是那个 当时是那个 老师的一个 非常贴身的一个 办公室的 这个主要的助理 他跟我是一个家乡 我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他把我当家人看 当亲人看 那给我的东西 对我的态度 就不一样 当你念诵真言的时候 那你就是佛菩萨的眷属 你念诵真言的人 你就是佛菩萨的老乡 你就是佛菩萨的家人 佛菩萨是有眷属的 你会念诵他真言的人 和不会念诵真言的人 在佛菩萨那里 是有差别的 是有差别的啊 差别中才能见平等 你付出得多少 得多少 对佛菩萨的恭敬 有多大 你就得多少 所以说差别中 见平等 你能念诵佛菩萨的真言 那你 获得的佛菩萨的加持 就是真言能获得的 佛菩萨的加持 他的殊胜处就是佛菩萨的功德 因此啊 道大师在这里啊 开始了 在这个无数佛前 那无数个你在念诵过程中啊 需要的啊 这个啊 三个方面的啊 观修啊 观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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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个你在念诵真言 观想 无数个你在念诵教法 观想 无数个你在佛面前念诵佛号 如果再厉害一点啊 就可以观想 无数个真言 都有你无数个你呀 就每一个真言 这样说更清楚 每一个真言都有个无数你在念 每一本经典 都有无数个你在读 每一个佛号 都有千万个你在 称颂他们的名号 非常殊胜啊